Kawasaki Z900 Kawasaki Z900 从2016年德国科隆车展发表以来 在去年也迈入了改款周期 去年的米兰车展上 Kawasaki带来了2020 Z900的小改款车型 这次改款主要针对外观进行修改 换上与ZH2相同的Sugomi风格造型 配备部分换上10.9cm的TFT全彩液晶荧幕 以及电控配备的更新 外观方面 新款的Z900针对车头做出了不小的改动 新款的大灯把灯距上缘向上提高 同时将左右两侧的灯壳去除 动力方面Z900同样采用排气量948cc的 水冷四行程直列四缸引擎 拥有125匹马力和98.6nm的扭力 新的10.9cmTFT全彩液晶仪表 拥有蓝牙连线的功能 电控配备加入了KTRC循跡控制系统 四种骑车模式提供骑士 针对不同的路面状况和需求做调整